上回講到,有朋友或認識一些人,就投廟做 你亦都說過六合彩,總之一句話 我自己覺得大家真的要記住,做善事和做功德是兩件事 放心吧,我品完我真的要買 因為問答就是問答 你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你真的要品了 為什麼呢?你品了,你不相信,你不做,又是糟糕 所以你要品了,溝通問問,大概知道 但知道你真的要做,你也要品一品 雖然我覺得這也挺搞笑的 我經常問一些很人性化的問題 宗教當然有他圓妙之處 其實我亦都覺得,只要你正信,其實就沒問題 但不要想著,你利用這件事就是百分之百賺錢 還有,你個人的念,正念,就不是你口說的 其實呢,剛才你說的,這個賺錢 我們都曾經問過 因為我們會問那件事,我怎樣賺錢 其實我覺得是每個人都會問的問題 他的答覆就是,第一,你不可以賺錢 即是你不可以做這件事 即是剛才我說的,你會賺錢的 這是第一件事 之後呢,他說不應該的 然後換個問題,那呆拜神對我的財運有沒有好處呢? 有!有一定的好處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因為他的能量會換回來給你的 然後呢,再問他就會說 那怎樣才能做到呢? 因為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他是直接講到銀碼出來的 他講到銀碼,你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即是如果你根據你現在做的事 你來年會賺多少錢 那如果要超越這個數字呢 你某些東西要做改變 是的,他直接跟我說 他就說,如果 一年呢,如果繼續做這些東西 一年五十萬是正常的 沒什麼問題的 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即是這麼說 那你一年五十萬,你不就是 四萬來五十萬而已一個月 即是這麼說,對不對 如果你要突破到一百萬 或者到五百萬呢 你必須要有個貴人出現 而那個貴人呢,他又說給他聽誰是誰的 但他說呢,就說 你需要幫這個貴人 去做到某些事情 你就會有金錢上的突破 去到多少錢 即是他可以說得這麼仔細 即是等於我之前 我不是告訴你 有個高人 即是撞到我 他都是說一些近似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是純粹 跟神那樣溝通的 即是純粹上完香就在溝通 即是你不要當是神 即是能量 即是能量去溝通 其實我覺得這個 他給得到很細節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 還有我們都會問 會不會明年有什麼情況 要小心的 其實他的答案是 幾月發生什麼事 最後一件事是會影響有多大 即是可以這樣回覆到的 但因為有些情況 我也有問過 問過一些朋友 當然他是很厲害的 即是叔父 他們也有說 當然不同的神 他看我們的前和後 能力是有不同的 沒錯 即是你不要想著 他可以看到未來很長時間的東西 是不行的 在於這個神的能力有多高 能力有多高 還有一些情況裡面 他不能夠詳盡告訴你 某些是 他不能夠講足 即是他講到明白 某些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先跟大家說 他不需要告訴你 不是 是不是每個神說的 這個我們試過很多次 有些是不說的 即是有些什麼不說 即是我們現在做節目也好 即是有些人很見譚 有些人你溜的 他都不說話 不代表他不知道 這件事不代表他不知道 因為我那次 其實他跟我說的那件事 直到發生了一件事 出現某些事情的意象 其實牙彎相差 沒有半點時間 即是我所知道的那件事 沒有半點時間 那這件事是好嗎 他叫我某一個人 是 我知了 你明白我知 我知了 結果之後 不要緊 你自己有個戒備 戒備身份 就是因為這件事都會出現 因為他有說到 即是他有某些特徵 因為那個人他不認識 但他講了特徵之後 他有說過一件事 因為這個人的負能量 實在是太差 太低 那負能量本身 那個人的關係 因為他做了很多 即是我們叫做 他認為沒有什麼的壞事 他不認為是壞事的壞事 是 但是這些是壞事 即是這樣的事情 這條是道德式的問題 你明白我 對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過往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所以他又不是說靈界 他又到尾不是說靈界 但是他就說 因為他這種性格 和這種的負能量 他就說不只是影響到他 而是影響到他和他四周圍的人 即是周邊的人都會影響到 這就是類似隔離 即是說比較壞 因為為什麼呢 他有一個解釋 因為為什麼呢 他就說 其實人是黑 黑是有原因的 他不會突然之間黑的 但是如果你改了一些事情 或者你肯做一些事情 這些負能量是會離開 或者會散 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肯自身 你不改 你繼續用這種套路來做事 簡單而已 你的人是這樣的時候 你哪可能會做到事 簡單來說 就是性格改變命運 因為這種負能量 其實是會影響到其他人 為什麼呢 人是黑 但不是代表他會死 沒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他到了某一樣東西的時候 當負能量聚集到某種的點的時候 因為負能量會擴散 會拖替別人 會拖替別人 很簡單 你放一滴墨水 放一杯清水 你便只會變黑 沒錯 不會變灰 是不是 所以你一路一路 他就在影響他四周圍的人 其實當那個人 再沒有能量給到他的時候 他便利用這個解體 在四周圍的東西 會吸一些負能量 或者利用負能量 會影響到其他人 沒錯 我想你水晶熟過我 為什麼有些人說 自己的水晶 私人的水晶 為什麼不能被人摸呢 其實就是怕別人的東西 撞下去 其實就是有這種近似的東西 在裡面 但是 他跟我說 他說 他說 不僅是那個人 而是 跟他有關係的人 你都要疏餘 嗯 沒錯 因為其實 一句說話 就是近朱者赤近密者赤 其實那個能量場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一班 男人員的朋友 即是女性 經常說離婚 那些東西 你貼下去 你很容易離婚 這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他的能量場 是會干擾到 兼且連你的潛意識 你都會干擾到 所以這個是 大家要明白 所以我們叫做 雖然是 雖然很籠統 很籠統 但是差點要看這些 為什麼呢 尤其是 他去到某些地方 是 我們 集一個大的地方 那個能量 如果去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辦法 是改變到 整個地方的能量的時候 它影響人的關係 那個能量是更加厲害的 就是 簡單一件事 你某些地方經濟不好 是 那你自然就多人借錢 是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 在這些情況裡面 如果你自己 你不做準備 或者你不做某些東西的時候 很坦白說一句說話 那你就越來越多人借錢 因為社會不好 環境不好 那你教了多少個 沒錯 是不是 那你都不能夠 借完錢 你能夠希望那個人 真的還給你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勢 對不對 沒錯 那你借還是不借 你自己選擇 所以我覺得 有一點就是 大家就要想回這些事情 沒錯 你跟三姑六婆 或者你是三姑六婆的時候 那你自然出現這些事情 當然是這樣的 沒錯 現在的業和狗運的關係 我想這些事情 越來越明顯 其實 尤其是我們第一節 怪力暖神這些事情 已經越來越明顯 對不對 那些二十多三十歲 又說自己怎樣 又說自己 我心想 你連預價能量 都不知道怎樣 這樣的時候 當你解釋不到 我已經覺得有一個存疑 即是他們自己解釋不到 而且我當你有 你解釋不到 不懂得控制 那就是 你用在有法 用在好與不好 其實是取決你的心 所以你要明白 所以有些時候 為什麼我不會接觸 因為我自己 我知道自己的問題 是 有些人跟我說 我坦白說句說話 我是一直 耐不耐 我就有些法科也好 不同宗教信仰也好 就是跟他的 是 他會教我的東西給我 但為什麼我不學呢 原因就是 我自己知道我的性格 和我知道那些東西 我想認識 但不是代表參與 是 就是這樣 OK 因為我 有時候都會想 我學忘的 但我決定 是不學的 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 不止一套 我覺得有很多套 都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但如果你只是學寫一套 我覺得很有biased 你全部都在那一套 你只是用那一套來解釋 還有為什麼呢 我亦都遇過有些情況 因為你學本體 我們要面對現實 那個是人 那個是你老師 是 但是你現在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性 就是那個老師 你不能夠證明 我不是讀大學 我們不是說有教授 或者有什麼 我們不能夠用這個 在現實上 是可以排到 為他認識多少 對吧 沒錯 所以有一種的情況 我亦都有一些師傅 就說 他是沒有人教的 嗯 可能有些人就說 發夢也有 有些人說 神會降下來的 是 那我通常 那些是更加秘技的 原因就是 他為什麼要選擇你 嗯 沒錯 這是一個 他們要知道的 你要解釋到 但是 為什麼呢 現在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不明白 也沒有想過 為什麼他們 會學到這些東西 或者 這個 他們所說的神明 為什麼會選擇他教這個 其實這樣說 你必須要知道原因 和駕馭這件事 才能控制得到 對 現在真的沒有 就算你說有能量 我先不要說神明 就算有能量 無論那個能量 在哪裡來 你必須要駕馭得到 所以為什麼現在 我經常都會說 喜歡聽靈異節目也好 或者聽其他節目也好 千萬不要有網念 你自己追求神通 因為有個人 現在我們看到坊間 尤其是網絡媒體 很流行有些特別女孩子 或者是女人 夫妻 很多 就把她的所謂靈異經歷說出來 是 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質疑她的真與假 但是如果你這麼執著 這些細微細阿弦的事情 都說這些是靈異的事件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沒錯 我覺得是的 我們可能聽得多 看得多 覺得這些東西很平常 他們覺得很沉迷 突然說這些東西 哎呀 聽一聽風吹草動 又是了 是啊 因為我自己很簡單 你說我拍攝 我沒有遇過 就騙你了 但是正如我一個 師兄或者前輩跟我說 你做得這行 你就預了會有的 是啊 沒錯 你亦都有一件事 所以就說拍戲也好 拍攝也好 或者做我們這些編滿的娛樂事業也好 你有沒有聽過真是厲害到 整班人拍完 因為這些問題走 其實佔比數真是小 你常聽傳聞 我們知道傳聞 又說拍完之後 整組的人都死了 沒有沒有 這個傳聞 就是吹得很厲害 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天又有癌症 多少年之後 那天又有什麼意外 沒有的 其實不會說 當然 你的負能量 會影響那個人 是會有的 那樣子 我不能否認 但是我們不能現在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時勢中,你沉迷這些東西,因為沉迷就很容易會影響 沒錯,但大家聽這些東西就自己懂得控制 我不是建議你不聽,但聰明一點你聽 我覺得有時候有很多人是執著了這件事 怎樣執著這件事呢? 很簡單,如果你執著,你經常說不想見,但你經常告訴別人見的經歷時 你明白這個情況嗎? 口說和你實質的事 如果我很坦白說,如果我真的想不見,我連說都不說 沒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如果你自己不收,你不想有這件事出現的時候 你自身一定要遠離這件事 你先不要認為有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就是一個網念 所以有些朋友經常說,你說說是鬼故 最後來說,不如說說是神 我想見神也會變鬼 例如錄無奇,我說的鬼故集不是坊間的鬼故集 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自己不追求這件事 我都說一件事就是,你千萬不要叫我探靈 你也不要叫我做這些事 因為我完全不想干擾到另一個世界的東西 是 對不對? 所以一路一路的時候,自身上的情況 我反而…但我喜歡說歷史的鬼故 是有歷史感的鬼故 因為我要不停地想一件事就是 為何這個地方有鬼 是 其實出發點不同 對 我很簡單一件事 我要想一件事就是 有沒有鬼 原因就是我要解釋為何要有鬼 是 你鬼無中生有 你不能夠說這個地方很陰 我名字 但為何會這麼陰呢? 你有這些東西,就開始出現了的時候 在以往的裏面 那些人就用了宗教來… 即是怎樣說呢? 就是把這件事就… 不敢… 即是… 利用這件事來解釋 這種情況 但如果你有… 有這些東西 如果我很簡單 我每一件事都… 是因為我不相信 是 而我希望我找到某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否另一種的解說呢? 我只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呀 其實這樣說 這樣聽下去 就是科學一點 就是這樣說 科學性的去研究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 我很坦白說 我討厭某一種行為 我自然當然不會做的 是 如果我討厭一個行為 但我自己也是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那我就變成說是非了 是啊 沒錯 等於還原你第一節的時候 為什麼現在出現了不同的… 這些內鬥、圈裡面 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本質上就是這樣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 這樣說 其實我們都知道鬼王 很多人聽 這樣說 我不是… 不建議你們聽的 不是 我覺得鬼王 其實這個呢 我覺得是一個必其然的事 是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贊成的 是 為什麼呢? 鬼古文化的傳承 在香港是一定要有 這個是我們香港獨有的文化 是 你隔過羅湖橋 那些鬼姑不是鬼姑來的 是創作的東西來的 是 是 你說得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們是沒有了自身的經歷 也沒有傳統的宗教信仰來 背負著它 是 所以那些不是鬼姑來的 我覺得它是創作的 本來那個故事我覺得 挺棒的 我看完之後或者聽完之後 是 但是為什麼會有頭有尾呢? 哦 即是這麼完善 這麼完善 這件事我不是針對國家 或者不是針對一個地方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 是 如果我們上Youtube 在外國的鬼佬的影片 鬼的影片 是 其實現在你看到 有很多外國人拍的 什麼恐怖的 或者拍到什麼 是 很多的 都現了那些女鬼 是 一隻隻走出來的 是 或一條公路道 沒錯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 是在一些恐怖的電影 例如《精子》 哦 你覺得是一個橋段 是 是精神狀況的演化 如果我們去回 你年輕一點 去回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驅魔人 空少 不要說更加之前的事情 其實外國的鬼佬的宗教文化 是沒有這類型的鬼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那時候的鬼相 就要是拍 是 又或者 不是的 在宗教、基督教的立場 天主教的立場 是沒有鬼的 全部都是撒旦變出來的 是 那時候是不會有 一隻隻的鬼出來的 是 但是到了現在 流行文化 尤其是鬼片的轉變之後 就開始更加多人 就覺得一隻隻的鬼 才是鬼 很臭 好玩 好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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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狀態出來 沒錯 沒錯 所以你就會看到 這個流行文化的現象 多了之後 你就變成在YouTube裡面 先不要當作作作假 先當作作作 那時候 你就多了這些片 是 因為價值觀的問題不同 沒錯 所以我不會反對別人聽鬼故 但是 總言之一句說話 就是 不關事 你就當作娛樂 其實現在我看 都是很當作娛樂 他們拍到那些 其實是娛樂性的 有些可以爬到什麼 無論是外星人都好 可以整個大廈 大蜘蛛在爬那些 那個是假的 嘩 我覺得是特技 你明白嗎 狀態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宗教信仰當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一直覺得 其實有宗教信仰是好的 但是不要利用宗教信仰 是把你自己的偏執的東西 搬到那個宗教那裡 因為宗教不會 你立刻求他 他會下來的 是 任何的都是 是的 越近地的 越快 越勁抽 我們所謂的勁抽 越來 這個是有數得計的 另外再說 是有數得計的 是有機會的 時間是有數得計的 但是我只會覺得 因為 有些人都會問我 我說 其實如果你把不同的宗教裡面 靈異的力量 或者神秘的力量 或者解釋不到的力量 撇除了宗教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是可以用新心靈 這個new age 這個moment 某些東西是可以解釋到的 沒錯 只不過我詮釋 我任務宗教的背景 在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 為什麼我 Johnny 我的朋友 真的解釋不到 塔羅牌 他可以找到一隻戒指出來 這個是解釋不到的 能量高 我們才可以說 你解釋不到 好了 就算 我當那個女人 她真的看到那隻狗 她知道可能有這個問題 她都不能夠說到 這個範圍收到這麼窄 現在我們看到的桌面這麼大 很難的 很難收到這麼窄 這個範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沒錯 是解釋不到的 但是 你真的掘到出來 而不是他真的撿了你的戒指 賣造這些神功器 是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你真的要 懂得看 其實我聽說 你真的要遇到一些很厲害的 你就知道對比了 但如果你全部都是接觸一些 很流的那些 你就覺得個個都很有料 不是 因為你要明白 其實我自己理解的 朋友都是這樣的 是 一個不行 是 就問第二個 第二個不行 就問越多個 沒錯 問到就滿天神佛 但是總括來說 我跟他講的 如果你其實問個個都不行 那你就不要問 又或者你既然是這樣 因為你個個都不行 因為我跟他說 我看到有些是真的 我剛才說的 用戒指這麼簡單 它不是讓你發達 它不是讓你見鬼 但是 我的朋友 老婆 是真的 站在這裏 是 沒錯 其實這件事 就是 生活的東西 就看出了你的能力 對 生活的東西 因為它又不是什麼 很厲害的東西 又不是說房子很猛鬼 又或者 不是這些東西 他真的不見了戒指 他真的找我 而是真的這樣的狀況 他老公跟我說 他說 我初初都不相信 但是他真的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沒有辦法不相信 是 這個是是的 所以就說 有時候有些人問我 都很多人問 誰師傅比較厲害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我不會說計較厲害不厲害 我只可以回答 首先 天生色 不問他又說得到 而他說的話 真的會出現到 我說的不是一件大事 那件小事 就等於我進來 你跟我說 你看到我家的櫃子 在哪裏 東南西北 是哪裏 你最好移開它 如果 因為你不認識我 也沒有去過我家 而你這樣看到 我只會 我還要 有幾個分別 第一 我有沒有告訴你 我家的地址 如果連我家的地址 都沒有的話 這個人很厲害 如果 說完家的地址 而他能描述到的 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 如果是走陰的話 他派一個鬼仔去 派陰兵過去 然後再走回來 OK 再說 都是一種能力 第二 飛雲過去 即是人有三文之法 飛一個雲過去 他就好像在裡面繞個圈 回來的 然後呢 這個比較危險 因為雲派在途中 會有其他干擾 鬼佬的方法 就是用搖示 第三 搖示 搖示的意思就是 在你家裡 開了一個CCTV 開了一個洞 對 而那個CCTV 多數是什麼呢 是出動物的 什麼叫動物呢 因為 如果有些識傳心術 什麼都好 他們可以通過 某些眼睛 看到你家裡 例如一隻迫虎 例如一隻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可以看到 你那塊東西 鬼佬搖示 不是有這種情況嗎 可能是下了 你的寵物那裡 是 你那隻寵物看到什麼 他就看到什麼 他可能會告訴你 那棵樹很大 其實那棵蜘蛛 只是用了寵物的眼睛 他覺得那棵東西很大 你家裡有一棵樹 其實不是那棵蜘蛛 就算我香港 以前我接觸過 有個師傅 他真的可以告訴我 或者告訴我朋友 他可以完全描述 那個梳化 旁邊 放一個花瓶 究竟是怎樣 都可以描述到 這件事真的解釋不到 所以 我分了兩級 總之 港地址和吾港地址 吾港地址的級別 吾港地址的級別 是很厲害的 那一級 對方真的是很厲害 雖然港地址的級別 都已經很少人做到 很少人做到 我想近十幾二十年 都已經很少了 對 很少人做到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他說完之後 還要告訴你 會發生什麼事 對呀 所以你問我 哪個師傅厲害 或者什麼 哪怕你用術素 用神通 什麼都好 如果他可以做 你要記住 他不是視你 什麼是視你 你家裡冬面 是不是有一張梳化的 他不是這樣 不是冬面 就應該是西面 不是 他有些人直接 是告訴你 對呀 我剛才說的是視你 視你這些 不算 不算 是要一下就告訴你 中的 就中的 我還沒問視 如果他頭的部分 全部都中呢 那 你問的事 我覺得你問對人 我看到 現在的師傅 也不是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用神通的師傅 有些人會說得很有趣 他說 這些師傅好像沒有了神通 為什麼他有時候 在你身上說的全部對 在我身上說的全部錯 不行的 不是每個都中的 我先說這件事 不是每個都中的 不是每個都中的 有些是不行的 有些人天生的能量 是下了閘的 有些是不行的 有些是不行的 還有部分是有宗教信仰 都不行的 他講得明白的 是啊 所以我就說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規條 他們都 因為我那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拍戲的時候 那個師傅 我現在忘記了他的 他跟我的朋友說 喂 你不要玩了 你相信耶穌的 他完全是第一次見面 但是他問他 他說 你家人你相信耶穌的 等於你很簡單的事情 你家屋有漢奸 我都進不了你的家屋 你不如你 不要問了 你知道就算 你問回你自己的宗教 但是你問回你這些事情 我的朋友就回去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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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個就真的是 他說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他說有些 是啊 他都老實這樣說 老實的 他說你家裡 你相信耶穌的 等於你家裡有個看僱 我都不能隨便進入你的房子 你不要問這些 不如算吧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你正信回你宗教 一句都可以 四五個人都在 那就是啊 他也好啊 他這麼坦白的說這件事 他不是最重要的 那些吹到什麼都可以的 不是啊 因為有些人也不好的 不同的宗教信仰 但其實他就不是正信 什麼都問 那你就想著就這樣 結果就是這樣的情況 唉 那算了 這個 我看緣分的 我看緣分的 還有 看看你們現在真的 看這件事 是不是看得這麼大 我的意思就是 你的世界觀 是不是要這麼大 我想不是的 我覺得越來越小 現在只是自身上的東西 我不知道 接觸得越多 我就覺得越大 這個世界 就像你們的節目一樣 真的無奇不有 是你的胸襟和腦 有多大的世界 那件事就可以出現多大的 有些人會永遠被宗教 因為我最近也遇到一些人 他真的信佛教 他就被宗教的框架 即是佛能 就框架了在一個 瓶頸位 簡單來說 突破不了自己 其實法科也有 在一個瓶頸位 這個瓶頸位 就是因為那些文字 例如除了之外 會有別的神 這些東西 就是表面的東西 如果我當這些不是我口中的神 你就當成為能量 好嗎 他也是被那句說話寬於 總之各有各說法 有興趣就有空去感受一下 我最喜歡的 現在經常都 你感受到就感受到 我也會這樣說 好 滴根比 不如今集時間差不多 好 來到這裏 再一次多謝滴根比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